我跟你说啊 我翻来覆去 想来想去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过来告诉你 什么事 您说 你和刘德义办这个结婚证有问题 有 有什么问题啊 你自己决不出来啊 太草率了呀 是不是 您吓我一点 不是 您太逗了 不是 草率不草率跟您有关系吗 我们就草率了 怎么着了 能有什么问题啊 草率它就出大问题啊 两口子过日子能没问题吗 您想想看 您也是有家的人吧 有老公有孩子吧 这一家人在一块不得磕磕碰碰啊 是不是过碗瓢盆互相碰 对不对 有问题怕什么的呀 这 我跟您说话真够累的 您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个理 理是这么个理啊 那你这事不是这么个事啊 怎么 你听我说啊 你和刘德义是闪祸你知道吧 那一碰都脆了 一碎啊 您放心我们不易碎了 因为我们已经都碎过了 您放心啊 这话不能说这么早 你和刘德义是闪婚你知道吧 一般的三个月之内结婚就是闪婚 据我们民政局调查研究 闪婚只有三种 你听我说啊 第一感情冲动性 第二心灵空虚性 第三利益速配性 你跟我说 嗯 您属于哪种 有深思熟虑性吗 深思熟虑它不闪婚 你得相信科学 这都是科学研究出来的 就是科学研究出 就只有这三种闪婚性 是 那我就算是 感情冲动性吧 怕 怕就怕你这个行 你告诉我 你这冲动能冲动多久 那您可真是不太了解我了 我这人感情一冲动 时间特别长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比如 我是从东北来的 我东北人 我到北京来 我一冲动就来了 我一来 二十多年 没回去吧 那刘德义呢 他属于哪种情 他 也应该算感情冲动性吧 也属于冲动的 比较长时间的那种 感情冲动性那也好说 心灵空虚性呢 也可以理解 怕什么你知道吗 怕什么 利益速配性 您放心 我们俩绝对不是这个情 因为我们俩之间 没有利益可言 我们就是一男一女 孤男寡女 结婚了 我今天真有事 我不跟您讨论这问题了 好吧 谢谢您啊 给我这照片 我先走了 那个 宝贤啊 那个你给这阿姨 拿两包咱们秘制调料 您回家自有顺口味去 好吃着让我们这调料 那个我走了 那什么我跟你说啊 那个闪婚 最怕的就是经济纠纷 你们两个人的个人财产公正 都做了没有啊 做了做了 您放心 我们俩人之间 绝对不会有任何财产纠纷的 好吗 谢谢您啊 我真得走了对不起啊 我真有事再见了啊 牛大姐我忙着呢 我都是为您好啊 对不起